好 另外镜头转到大陆福州来看 这一栋建筑物 远看好像一张大笑的人脸 又有点像是炯这个字 路人都对它指指点点的 到底这大楼是做什么的呢 它其实是变电站 因为是在老社区里头 所以才设计成这么可爱的造型 这楼实在太可爱了 刚巧在儿童医院的对面 过往行人对着它指指点点 觉得它很像一张大笑的人脸 或是炯这个字 所以就叫它福州最炯建筑 大家也搞不清楚 这栋楼到底是干什么的 有人以为它是特色酒楼 也有人以为它是咖啡馆 但答案揭晓通通不对 原来它只是个变电站 因为在古城区里 所以才设计成这个可爱的模样 按照照古街的造型去设计的 别人是好像看这个 这栋楼是不是变电站 世上在福州经常看到这样的建筑物 神似人脸让人会心一笑 不过如果看到了这个景象 可能就有点笑不出来了 这里是广州的月秀区 这居民楼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这上面整齐的窗户外观 竟然都是在薄膜板上画出来的 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破洞 原来这是广州亚运石做的建设 现在想要拆除 但是有几户不肯搬 工程就延宕下来了 担心影响市容 也只好做出这个 让人啼笑皆非的面子工程了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